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社会无法继续忽视台湾 习近平与马克龙通话 新华社隐藏了什么 因迫害维族人被美国制裁的陈全国 在本月25日确认连任中共新疆区委书记 这被认为意味着现年66岁的陈全国 可能在明年二十大试图更进一步 与此同时 一份未获证实的下届政治局名单开始流传 从中共十六大的王乐泉到陈全国 新疆区委书记进入政治局成为惯例 但王乐泉与其继任张春贤都止步于政治局委员 没能晋升常委 陈全国这次获得连任 而且明年仍在七上八下的年龄红线之内 因此外界认为他有可能打破先例 略升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陈全国在西藏新疆实施铁换镇压 在去年被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制裁 成为登上国际制裁名单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 自由亚洲电台的夜化中南海专栏 早前曾指出 新疆之恶恰恰是陈全国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最大政治本钱 目前中共内部正在紧密安排人士 单就省委书记一级而言 目前北京 上海 天津 重庆 以及广东的人士安排尚未明确 一般而言 这几个地方的一把手 兼任政治局委员 因此不会太早接幕 此外还有河北 内蒙 宁夏 青海 四川五个省的中共党委书记尚未调整 此身媒体人杨锦麟在10月27日的节目中 披露了一份坊间流传的习近平核心团队人士调配名单 其中包括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接替王沪宁 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调任上海市委书记 中共重庆市市长唐志良升任重庆市委书记 中共广东省长马兴瑞升任湖北省委书记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接替郭升坤 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杨锦麟说 这份名单只是传言 但看这样的人事布局仍以江新军嫡系部队为核心 对习近平来说都是自己人信得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于26号称 美国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 参与联合国系统以及国际社会 台湾专家表示 国际社会已经无法继续忽视台湾的成就 布林肯在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声明中说 台湾已经成为了一个民主成功故事 它的模式支持透明 尊重人权和法治 这些与联合国的价值观一致 声明中提到 台湾在高科技 文化 教育 经济 防疫等各方面表现出众 可以协助解决国际社会面临众多的复杂议题 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 不是一个政治议题 而是一个务实议题 台湾国策顾问执行长郭宇仁 27号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 美国这次声明显然比以往分量更重 这个可能是近几十年来 这个美国的外交体系 对台湾参与联合国相关的活动跟组织 最明确的一次发言 而且它也不是表态美国而已 就是它也呼吁联合国的会员国 一起支持台湾来参与联合国的国际组织 这个也是大概层级上是 美国外交体系已经是最高了 郭宇仁认为 布林肯发布这个声明 是由三方面因素促成的 首先去年疫情爆发之后 台湾在防疫半导体等方面的成就 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 这个也凸显了很多国家 过去习惯性的去服侍台湾国 排出台湾的这个不现实性 那在去年的疫情爆发之后 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国际社会这么需要台湾 然后台湾这个国家的表现 是这么接触吗 第二个是中共战狼外交 让很多国家难以接受 很多国家对中国和台湾的印象 反差非常大 中国这种恶霸式的外交行为 跟外交的指令 让非常多国家是不敢不能接受了 尤其是在欧洲 所以欧洲议会上个礼拜才通过 说要提升跟台湾的外交关系 包含这个欧盟的代表处 要更名 第三方面则是近年来的美中冲突 凸显了台湾的战略地位跟战略角色 虽然大家都知道说台湾的地缘战略 位置非常重要 可是就如同刚刚提到的 国际社会 很多国家是非常习惯性地去忽视 或排斥台湾 就是好像台湾是在这个世界地图上 仿佛是不存在的一样 所以在这个美中的战略竞争 越来越烈的趋势底下 台湾的角色就不正致命了 郭宇仁指出 一向对中共态度极其谨慎的日本 仅其对台湾的态度 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此外 印度 澳洲 加拿大这些民主国家 也都开始重视台湾的地位 肯定台湾的成就 法国总统马克龙 本月26日与习近平通话 观察人士注意到 新华社的通稿与法国政府的通报 再次出现了不同的地方 这种差异几乎出现在 每一次中共官媒 有关中共党魁与别国领导人通话的通报当中 士兵人杨威在大纪元发文指出 在法国政府的通报中 马克龙开篇就给这次通话定下了基调称 法国要继续重新平衡欧中关系 尤其是在市场准入方面 杨威认为 马克龙是向习近平表明 法国与欧盟站在同一立场 这就如同给中共浇了一盆冷水 而新华社却掩溺了这关键一句话 同时新华社通稿也不得不降调 没有再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来形容中法关系 紧笼统地表示 中法要减少误解误判 要妥善管控分歧 而在两天前 欧洲议会刚刚高票通过了 对台湾有正面意义的 欧盟与台湾政治关系 即合作报告 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一份 针对欧台双边关系的专门文件 政治意义十分重要 北京自然表示强烈反对 除了台湾议题之外 欧盟与北京还有一个心结 就是此前被暂停的中欧投资协定 既然马克龙表示 法国要负起平衡欧中关系的重任 在这次通话中 两人是否谈起此事 杨威称 法国政府的声明 没有提到中欧投资协定 仅表示敦促中方采取建设性态度 取消对欧盟成员国 欧洲机构和议会代表 采取的强制措施 信守批准欧盟公约的承诺 国际劳工法 打击强迫劳动 杨威认为 这些要求应该是欧盟 继续讨论中欧投资协定的前提 而新华社的通稿 再次引去了类似的内容 中共应该很难收回 之前对欧盟的报复性制裁 也不会遵守国企公约 因此中欧投资协定 恐怕还会继续难产 这样看来 中共官媒的宣传 主要是给中国内部看 习近平与马克龙的通话 没有明确成果 气候合作似乎是 中国目前对外仅有的牌 但除了引爆 中国电力能源危机之外 对外能否奏效 尚不得而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 应芬兰和瑞典当局的邀请 于本月25号到27号 对两国进行访问 还将于27号与两国国防部长 一起访问贝尔加海军基地 见证瑞典芬兰海军联合演习 此次访问中 斯托尔滕贝格强调 中共威胁的问题 意味着对波罗的海地区 和北极的警告 并表达了合作意愿 25号当天 斯托尔滕贝格 在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 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正在宣扬其经济和军事力量 我们面临着网络威胁和恐怖主义 以及气候变化的安全挑战 斯托尔滕贝格在会议上强调 北约的开放政策 加强了欧洲的安全和稳定 对于不结盟的瑞典和芬兰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北约的大门 仍向符合成员标准的欧洲国家开放 斯托尔滕贝格说明 在过去几年中 中共在北约议程上变得更加突出 中共对北极以及网络空间有很大的兴趣 更直指中共对北约的安全构成了挑战 斯托尔滕贝格说 中国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但中国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看到他们如何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 以及他们如何对待维吾尔族这样的少数民族 还有他们对台湾使用的威胁性语言 中共已经拥有了第二大国防预算 大量投资于新的现代军事能力 以及远程核武器等 因此斯托尔滕贝格认为 讨论如何确保北约能够保持 所有盟国的安全史 也必须考虑到中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 斯托尔滕贝格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北约盟国已经同意 将中国放在讨论一城更高位置的原因 上周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 曾指出 对抗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 将是北约未来十年的战略终点 江苏联通的官方微博在本月24号 即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明诞日 发布了江淡炒饭的制作方法 引来了中国五盲以及小粉红的跑轰 江苏联通三个小时之后 自行删除了该文 截至目前该账号仍然处于禁言状态 对此公司相关负责人26号下午 向大陆媒体澎湃新闻回应称 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已经进入调查 且有初步的调查结论 发布的微博没有任何问题 稍后会有正式声明 淡炒饭这三个字在中国如今也成了敏感词 10月9号曾有网民在网络留言称 韩战最大的成功就是淡炒饭 感谢淡炒饭的相关言论 但却因此获罪 后被南昌市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 据悉毛岸英当年在朝鲜战场上 因为做淡炒饭暴露了目标 被美军炸死 但中共官方对此一直讳莫如深 香港立法会本月27号 三读通过了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 综合港媒报道 此次获得通过的修订内容规定 检查员在审评电影时 必须考虑国家安全因素 同时该条例也赋予郑务司司长权利 如果司长认为上映的电影 不利于中国国家安全 可以指示电影检查监督 并撤销对该影片发出的准许上映证明等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 这次修订的内容只适用于 符合上映电影的影片 至于是否要延伸至网际网络电影 还需要研究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留言和转发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